好 冬天吃火锅的时候 很多人喜欢点双酱牛 或者雪花牛 尤其看到油花分布 均匀的肉类 真的是觉得食指大动 不过您知道吗 2018年的时候 有日本媒体曾经去直击 他们的肉品加工厂 我们从画面上 就可以清楚地看到 制作工厂里头 有溶解过后的 液体牛汁跟混合调味料 利用这一部大约是 100口蒸的机器 把牛汁注入普通牛肉里头 就可以制作成 迈向更好的雪花和牛 整个过程只需要 一两分钟的时间 在日本运用这种 注汁技术产出来的牛肉 我们必须要说 其实并不违法的 只是应该要诚实来标注 好 像这样的注汁牛肉 在台湾是不是也有 我们马上就来请教一下老师 这是我们同仁 在超市里头买到的牛肉 像这样的牛肉 会不会有可能就是 所谓的注汁牛肉 基本上说起来的话 因为我们国家即将开放 30月龄以上的牛肉进口 我们现在开放的牛肉 都是30月龄以下 对 30月龄以下就是两岁半的牛 两岁半的牛不会有问题的 OK 那两岁半的以上的牛 基本上绝大部分都是淘汰的乳牛 OK 乳牛本身来讲的话 他每天都是吃草 牛一定要吃草才会蜜乳 OK 可是他吃草的话 他的肉非常的酸 不好吃 那牛每天早上的话 他蜜乳一次 傍晚蜜乳一次 他每天都要被挤奶 然后他长时间的怀孕 所以牛 乳牛来讲的话 因为长时间的被抄得 非常的厉害 所以他的肉就是非常的酸 非常的干 非常的疤 非常硬 非常老 非常难吃 这种牛肉是卖不出去的 OK 他就叫做30月龄以上的肉 那这种肉你要卖出去的话 透过食品加工的技术 可以把它变成酸酱 和牛 雪花 这种非常漂亮 那刚刚影片里面所显现出来的 那个就是猪死牛肉的加工方法 所谓猪死牛肉怎么样 就是我先把前一桶牛的牛油 先拿出来融化掉 那融化掉了以后 这个时候 我再把我牺牲的 这个淘汰的乳牛肉放进去 因为牛油本身都有一点乳化的作用 然后我再用肝管硬针 顺着牛肉的血管附近把它打进去 打进去了以后这个时候 因为打进去以后牛肉可能会掉 掉 所以我可能就要加一些连酌剂 那这个连酌剂叫 新细菌第二酸脂 我把它加进去 那我可能还要再加一些羞质淀粉 那因为牛肉不好吃 所以我可能还要再加一些调味剂 所以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就是说其实打进去的 如果是牛汁的部分 它不太会有问题 但是是其他添加的部分有问题 是 树子牛肉是有添加物的 而我们一般的生鲜牛肉是没有添加物的 好 那您刚刚也提到了 像我们在超市买的 如果是冷藏肉的话 比较不会有柱子牛 对不对 但是如果是冷冻的话 就比较有可能 是这样吗 因为柱子牛肉的脂肪是打进去的 所以它可能很容易剥离 所以你做成冷冻 它就不会剥离了 那你如果冷藏的话 它的脂肪可能会剥离 剥离了以后 这时候你在切的时候 这时候它溶解了以后 那个牛肉表面会变得粗粗的 它的摸触感就非常的不好 所以一般来讲的话 柱子牛肉大概都是卖冷冻的 它不会卖冷藏的 可是一般我们在菜市场来讲的话 卖的都是冷藏的 那个冷藏的不会有柱子牛肉的 其实在临床上 其实我们都不建议 因为真的你吃多的话 真的会增加 血液中胆固醇也会高 酸酸甘油脂也会高 那这样这只如果你高的话 再来吃一些酱血脂药 大部分都砂丁 其实那就没有意义了 主要补充一下 这种牛肉我们常常讲 一个叫虫煮牛肉 还有一个叫柱子牛肉 虫煮牛肉是用下脚牛肉 把它做出来的 所以它有很大的特色就是 它的牛排每一块都一样 可是柱子牛肉 每一块牛排都不一样 所以柱子牛肉很难分辨 可是虫煮牛肉你去看的时候 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个 很简单的方法就是 因为素食牛肉的价钱非常便宜 因为它都是淘汰的牛 所以当你在吃牛排的时候 你8个盎司 12个盎司 大概来讲的话 只有一两百块的话 吃这种牛的机会就非常的高 所以要小心 那么当然说食用油上面 好像也要注意对不对 像现在大家为了健康 会选用比较高价的橄榄油 但没想到橄榄油也有混沖的 他说是用价格比较低廉的 棉子油跟铜叶绿素 好 这里就出现两个问题了 棉子油是什么油 顾名思义应该是棉花种子的油 但是听说好像是那个庙里头 有没有 点灯用的油 就是棉子油 所以他到底能不能吃 吃了会不会对身体有害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铜叶绿素 到底为什么要加铜叶绿素 还有据说铜叶绿素吃多了 也会造成肝硬化吗 顏仪师 那个案件是好几年前 在中部的一个案例 就是说大多大橄榄油比较贵 所以说它是用棉子油 来冒充橄榄油 橄榄油的话 它那颜色有点绿绿的 淡绿色 它就加一些人工色素 它叫桶叶绿素 其实桶叶绿素 也算是我们刚所说 合法食品添加物 接近800种里面的其中一种 所以桶叶绿素是属于人工 就合法人工色素 可是它只能用在什么口香糖 泡泡糖 就说因为我们用在口香糖 或泡泡糖 我们吃的量很低 很少 可是如果说 我们来造假那个橄榄油 你用棉子油 然后加了桶叶绿素 其实我们在炒菜煮菜的时候 油可能会用的量比较多 我在油里面加了很多桶叶绿素 让我额外得到很大量铜 我们在说过量铜 也会引起肝功能异常 甚至会造成感应化也都会 所以的确是会有这个问题 所以当年那个案例出来说 大家都认为说 它不只是商业上的榨漆 它可能对人体 可能会有一些健康危害 不过其实很可惜的就是说 像一般食品 导致健康危害 其实你那个因果关系 根本很难发证明 我讲一句怎么去分辨好的油 好的油基本上来讲的话 它加工的温度不高 它分子被破坏得很少 然后它里面的食物生化素 保持得非常的多 所以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 就是我在倒油的时候 我准备一个碗 倒油 倒油的时候 这个时候油出现的那条油线 它很稳 它不会发抖 可是不好的油 它因为加工的时候 温度非常的高 所以它分子被破坏得非常厉害 所以它产生一个非常大的现象 就是你在倒油的时候 那油线 倒油出来的那个油线 非常不稳 抖得很厉害 可以这样判定对不对 是 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OK OK 真的是受教了 不过听说这个虾还会加鱼茯苓 豆腐会加消泡剂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另外听说有一些N肌的吃法 也会导致您健康遭到损坏 真是如此吗 我们马上回来继续聊 请别走开 更多精彩内容 请订阅YouTubeTVBS 优选频道或是按赞 追踪T1点 脸书粉丝专页